那天我做那个 Nissan GT-R 的 Maintainance 影片 很多人就留言说要看 这一个 野马 也就是 Ford Mustang 的保养费用影片 所以 我今天就算给大家看 美国车我 养起来会不会很贵叻 我们先来讲这个 Ford Mustang 普通 Service 方面的费用啦 那在我国这个第六代的 Ford Mustang 其实 基本上就是有两个版本哦 第一个就是这个 搭载这个 5.0 V8 自然进气引擎的 Mustang GT 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亲民的 2.3 EcoBoost 版本 它搭载的就是 2.3 的涡轮增加引擎啦 那在这里我们就列出 这两台车型 在这个普通保养方面的 这个价格 像是换黑油啊 换这个 Air Filter 啊 火星塞等等啦 大家从这个列表就可以看到 这两者的这个 Toyota 总数的价差啦 大概是在一个 500 到 600 左右啦 这个其实因为他们这个价钱方面 有这个落差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要看地点而定 所以在这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啦 这个价格就在这里了 那除了这些黑油啊 还有 Air Filter 以外啦 其实牙油也是一个必须定期更换的东西 在这方面其实这个 Mustang GT 还有 EcoBoost Wabble 因为他们都是使用同一具这个六速自拍变速箱 所以是相同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变速箱啊 其实是和我国很常见的这个 Ford Ranger 还有 Mazda BT50 是同一具的 因此在零件方面呢其实是比较容易找啦 那费用方面呢 如果你是使用这个原装的 Ford ATF 牙油 加上 Oil Filter 还有 Gasket 这些啦 加加买买到来 这个整个费用呢大概是在 700 块到 900 块 市地点而定 除了这个黑油还有牙油以外啦 Mustang 还有一个油也是必须定期更换的 那就是它的这个后轴的油啦 这个后轴油它的容量大概是在 1.5L 左右啦 因为有 LSD 的关系 所以它需要换这个 75W 85 规格的 这个油 费用大概是在 250 到 350 之间 接下来就到这个 Stage 2 也就是消耗品的部分 我们先讲 Daya 的部分 在我国这个 Ford Mustang 它们基本上呢 2.3 EcoBoost 的版本呢都是使用 18 和 19 寸的轮胎 至于 5.0 GT 版本呢 则是使用 19 寸的轮胎 在这方面呢 基本上这两个车型它的这个轮胎 一条都是欠欠身的 除非你是去看那种什么 Linong 啊 Achilis 这种啊 就可能会便宜一点哦 整体的价格大概都是在 5-6 千块左右 好不掉了 讲完轮胎我们就来讲 Brake 皮 在这里我是列出来啦 这个 5.0 GT 还有 EcoBoost 版本 它的这个 Front Brake 还有 Rear Brake 的价格 那 5.0 GT 呢 因为它前面的这个 Brake 也是使用一个 6 Piston 的这个刹车卡钱 所以在这方面它的价格会贵出蛮多的啦 贵这个 2.3 EcoBoost 版本大概 5 倍左右 至于后方呢 虽然都是 Single Piston 不过还同样的也是 5.0 GT 会比较贵一点 还有一个在 Mustang 身上 必须定期更换呢 就是这个 Ignition Coil 在这方面呢 它不需要换整套 你可以一个一个换 不过 这个有点特别 因为 EcoBoost 版本 反而是比较贵的 它的这个 Ignition Coil 一个要 550 而 GT 版本呢 则是 350 OK 接下来就讲了这个 Stage 3 了 就要讲一些车龄比较高的 Mustang 需要注意的零件啦 首先我们就先来讲这个刹车盘先 这个东西呢 如果是 5.0 GT 的话 整套大概要 4000 到 5000 至于 2.3 EcoBoost 版本呢 则是 2500 到 3000 左右啦 我必须说的是 这些都是原装货的价钱 如果你可以找到 OEM 的话 它们的价格会更加的低一点 接下来这一个呢 就是你买那些车龄比较高的 Mustang 需要注意的 那就是 Engine Mounting 了 不过这个 Mounting 的价钱呢 以一台双门跑车来讲啦 其实并不算太高 这方面 2.3 EcoBoost 的版本 这个 Engine Mounting 的价钱大概是在 1500 到 2500 左右 至于 5.0 GT 呢 则是 2500 到 3000 左右 包人工啦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价钱其实是前方一对 Engine Mounting 加上后方的一粒 Transmission Mounting 的一个总数 因为通常呢 他们这个 Mustang 一换的话呢 就是一次过换完这些 Mounting 还有一个就是水箱啊 这个东西呢 爆料到来啦 大概是 2000 到 3000 左右 那讲完这个水箱呢 顺便就讲买这个 Water Pump 咯 2.3 EcoBoost 版本呢 它的这个 Water Pump 大概是在 400 到 600 左右 至于 5.0 GT 的呢 大概是要 800 到 1200 左右 这方面的价差也是比较明显 不过 比我的这个 Mounting 还要便宜哦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冷气的 Compressor 啦 这一方面呢 这个 Mustang 它的 Compressor 的价格大概是在 3000 到 4000 令吉左右 不过刚才我讲的这些东西咧 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难坏啦 反而比较注意的应该是车角的部分 那我们就讲一讲这个 Absorber 要多少钱 这个 Absorber 的 Mustang 新的啦 要 800 块 不过是一只 Bro 800 块四只啊 买地就有啦 最后一点呢 就是这个 Rotex 了 不要忘记 你的这个 Ford Mustang 是 2.3L 还有 5.0L 这方面要多少钱呢 首先你要知道怎样算 我国的这个入税的价格的话 可以点击上方这个小白点 之前我们有教过大家这个 Rotex 的算法 那在这里我就跟大家讲啦 这个 2.3 EcoBoost 它的正确排气量是 2,253cc 至于 5.0 的版本呢 则是 4,951cc 在这里我们也就列出这个 Rotex 的价格 给大家知道一下这个差别啦 我可以跟你讲的是 5.0 肯定是万万升咯 在这方面我是觉得 这个美国野马它的仰车成本 相比起我那天说的那个东营战神 比起来哦 是轻松了很多 那现在这个 Mustang 其实是很便宜啦 大概 20 万左右你就可以买到了 不过像我那天讲的啦 就是趁零越高的车子呢 可能就需要更换的零件更多啦 那在这方面呢 你真的是要准备一笔储备金去 Stand By 那如果你今天在物色这个二手的 Mustang 给你找到这个当年 Ford Malaysia 的官方版本的话呢 记得问一下 当年买这个 Mustang 随时附送的 Fiesta 有没有一起过来 因为当年这个解除 GST 的时候 Ford Malaysia 其实就是有推出这个优惠 买一台 Mustang GT 送一台 Fiesta EcoBoost 所以如果你今天找到的是这个 2008 年的官方 Mustang GT 的话 记得问一下车厂讨回当年送的 Fiesta EcoBoost 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你们还想要看什么车款的保养成本的话 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们会尽力安排 不过最重要的是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按赞、分享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不然人家做 YouTuber 可以买 Mustang 我们等会聊吧 我等会玩 但是我们ات行 我等会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